沈夜 我今天就非要在这些达官贵人面前 要你好看 你又敢打我 我 淑家世子熟成 赫沈夜公子奉楼开业 这是怎么在 花瓶都碎了这么热闹 大家不必多礼 世子大人 这四大名楼的人 联合起来都欺负我 我都说背后的靠山就是世子殿下您 他们非不信 压根就不把您放在眼里 您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滚开 就往我刚刚教你的时候 本世子 今日 来赫凤楼开业 叫了好些朋友来这里聚一聚 虽然 你们这儿很多人我也不认识 今晚所有开销 都算我的 谢世子 谢世子 拿上来吧 有特好吃 是啊 这么多镜子 这么多银子 这世子 简直犹如我的再生之母 实在是 再滚开 沈夜 你不是说你最讨厌装枪做事吗 我看你才是最恶心之人 对 你 你们是来闹事的 还是来赫凤楼开业的呀 回世子大人 小人也是来恭贺的 哦 那贺礼呢 是怎么你们话呢 贺礼呢 马上去取 这就派人取 说到要做到 记得要送礼 我也好给你们回礼 是 我说的对吧 今日 所有到来的朋友 都是给我们世子面子 世子大人 必将重起 对 你们给我面子 我给你们金子 就是这样 谢 谢世子 哦 我与凤楼的这位沈老板 并不熟 之前也没有什么交情 可本世子 就是偏偏看他顺眼 想为他花钱 也请各位 要多多照顾这里的生意 对他好 便是对我好 本世子就会记得这份情 若是你们没有钱 也没关系 反正 最近 有些钱是花不完 多谢世子 小人无以为怕 只好以身 嗯 今日世子大人来 只交代一件事 回吧 我 我 恭送世子 书成什么意思啊 大老远来一趟 就为了帮沈夜撑腰站台 这沈夜是有天大的面子吗 沈夜刚到京城 便由书成力捧她当花魁 她上辈子是弃了多大的德呀 还望各位贵人 多多提携沈夜 多多照顾凤楼 多多照顾凤楼 好 好